你好糊涂 湛大人 姓氏在哪儿 在我信仰 快走吧 走 大人 大人 陈大将军来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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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臣 一定是糟了 这 公然抗臣蔑视朝廷 这罪名怎么担得起呀 姑娘 你看这条路 这就是那小子 回光州的必经之路 他会来的 他真的会来吗 会的 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你干嘛老盯着他呀 我在山岳 要什么也有什么 从来就没有人敢欺负我 可是 他越是不喜欢我 我越放不下他 傻姑娘 强扭的瓜不甜哪 你爹和朝廷闹散 如今两边正在交战 到处都在捉拿 跟你们山岳有关的人 咱们带着这么一个大男人 能逃得回去吗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要打打杀杀的 那为什么你们女人 总爱花前月下呀 男人喜欢找一把 衬手的长刀 女人找一个喜欢的男人 有错吗 嗯 魏晋敢抗旨 他眼里还有没有朝廷皇上 娘娘 这双刀夫人 乃前丞相魏征魏大人之堂妹 脱去其兄脾气 性格刚烈 已是天下之名 想必老来更是如此 何况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计呀 娘娘 据双刀夫人说 陈正身患重症 不病卧在床 山月三日之内 又攻破了我两座营战 你明明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计 去了一趟故事 连大将军的面都没见上 徒劳无功 你脱下乌纱 回家孝敬双亲去吧 娘娘 那老夫人脾气大得很 还有那县令 她阴阳怪气呀 走 娘娘 愿望 下次走 娘娘 愿望她 娘娘 我已经沉愿了 替本宫下旨 让严厉本亲自去一趟吧 陈正平定 陈木贞 臣谦叛乱 有功而变 这就是先帝的预兆啊 这就是先帝的预兆啊 那是先帝的预兆啊 你先帝的预兆啊 陈正平定 陈谦叛乱 有功而变 这就是先帝的预兆啊 乃陈朝宗室 文韬武略 皆为上乘 会让所有的太平皇帝 感到不安 所以下旨永不录用 该得罪的 朕都得罪了 妹娘 咱们是夫妻 自当是共同进退 只有你了解朕的心声 臣妾懂 臣妾懂 臣妾愿意下辈子 还伺候皇上 朕的身体一直不好 礼堂江山 偏要你一个女流之辈操心 朕心里头也很愧疚 不过 朕答应你 百年之后 季大统固然出自你手 该是何人 由你说了算 皇上千秋万载 承前蒙皇上眷顾 你跪及天下女子 别无他求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姓来的 快把我放下来 你家小姐不见了 困着我有什么用啊 我家袁光哥哥不见了 我找谁去啊 既然那个叫袁光的小子 去找金星没有回来 肯定是挟持他回去了 我找不到姓袁的小子 不找你找谁啊 明明是袁光哥哥救了你们家小姐 你应该感谢他才是 再说了 困着我有什么用啊 我谢他 要不是这小子出现 我跟小姐早就难归了 还犯的招跟你一般见识 袁光哥哥住在光州 我现在不正要带你去找他吗 可是你捆着我 我怎么带你去找他呀 快把我放下来吧 不放下来我也喊了 我可真喊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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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 救命啊 救命個我啦 救命 我就绑架啦 放开我 在叫 我就把你舌头搁下来 先生 你说 袁光太一定会进过这里吗 傻丫头 他会回来的 飞不了他 先生 你以前爱过人吗 别胡说 怎么了嘛 你们中原人就是很虚伪 喜欢一个人有什么不敢说 以前我问锦绣姐姐 她也不敢说 只是放在心里而已 老夫老喽 我的儿子和你差不多大 早就忘了什么爱不爱的了 你说我采这些鲜花 袁光哥哥他会要吗 只怕不会要吧 一个大男人 不能总是在花花绿绿当中 待剑功立业 名垂青史 又来了又来了 你说的话 我一点都不爱听 你喝你的吧 我上山再去采些鲜花 肖毛 驾 驾 驾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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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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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